那尸体是个中年人 已经发了浮 正脸色惨白地躺在裹尸袋里 估计是才从冷库里抬出来 他脸上结了一层白霜 看起来阴森森的 那尸体就是我高中时代的老师 曾经羞辱我无数次的老胡 他跟着赵婷如一心想逆天改命 由一具尸体活生生地变成活人 却没想到最后走上了这条路 我看到老胡浑身全是尸斑 又黑又大 看起来非常恶心 我不知道这是他死前就有的 还是死后在水里长起来的 看着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郭警官从我这里了解了老胡的资料 就把尸体送了出去 我却已经明显地感觉到 沈昭明的手已经伸到石龟这里了 这个人太神秘了 凡事他几乎都能快人一步 哪里都有他的踪迹 他简直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我心里麻麻的 突然一阵的毛骨悚然 同教授拿着激光笔一页一页的翻看着照片 突然就在石龟龟壳上翻出一行繁体的骨子 我定睛一看 就看到上面乱七八糟写了很多 我一眼扫过去 就只认识几个字 其中的两个字却是 乌子年 同教授念叨着 乌子年 乌子年 这不就是明年吗 我也是一代 说道 乌子年一甲子循环一变 您怎么确定就是明年呢 同教授也说 是啊 一个乌子年 就是六十年 这石龟上写的 乌子年 丁四月 人子日 到底是六十年前 还是六十年后呢 咱们呢 还真难判断出来 石龟上写的这些古体字 我一时真难辨认出来 同教授提到的 丁四月 人子日 提醒到了我 我心里一沉 便想起不久前 我们在棺材山上 泥菩萨肚子里 遇见过的那只大蜘蛛 黑寡妇 这黑寡妇身上的几张符上写的便是丁四人子 李半仙说 黑寡妇当年就是神虾子陈婆养的保家仙 难道这中间还有什么联系不成 这惊人的巧合让我有些发梦 我对同教授 我对同教授说 教授 您学时渊博 这些古体字应该难不倒你 你帮我解释解释 看这石龟身上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同教授点了点头 他把石龟上的文字看了又看 才对我解释道 这上面写的好像是某种预言 说是在五子年丁四月人子日这天 这人间将会变成地狱 恶魔降临人间 我和龙哥都呆住了 龙哥说 这种预言一般都是扯淡 你看达姆斯预言里 九七年七月 讲师说要统治世界 咱们现在还好好活着呢吗 佟教授却说 小伙子啊 这个达姆斯预言 我还真知道一些情况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胡扯 还是有些根据的 不过这件事 跟咱们这个没什么关系 这个五子年 如果是六十多年前的话 当时还是国共内战时期 到处都是尸横遍野 说人间是地狱 也能理解 可是这丁四月人子日这天 没听过出过什么怪事啊 这所谓的人间地狱 又是何解呢 要说六十年后的五子年 也就是明年了 现在咱们国家四海生平 怎么会成为人间地狱呢 这还真怪了 佟教授十分费解 不只是他 我和龙哥都傻眼了 不明白石龟上的所谓预言 到底预告了什么 石龟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在实验室里等到下午 老曾风尘仆仆的赶过来 他模样狼狈不堪 裤子上还有很明显的干了的尿剂 看来这奶爸果然不太好当啊 老曾跟我们一一握手 这才几个月不见他 老曾这老小子好像一下子嫩了不少 说话也风趣多了 脸上皱纹也少了 看来形容老曾现在的生活 是他人生第二春 果然是不假的 郭警官把石龟完整拼图 给老曾看 我们都等他的答案 老曾上上下下 把石龟看了好几十遍 每个细节都一一看了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这水里的石龟 就是二十多年前 寒风寺前 镇寺的石龟 我们都呆住了 这么庞大的石龟 竟然一夜之间横跨长江 自己到了群商环绕的水域当中 就算是动用大型机械去运 这一个晚上也运不走吧 更何况这石龟是自己横渡长江的 难道他真就自己活了游过去的不成 我又想起干老头说过的话 说是二十多年前 那片水域经常翻船 龙王爷的说法甚嚣沉上 此地一度成为了长江流域的鬼门关 出了许多次事故后 再没人敢走那条水路 我仔细看过那水域的风水格局 乃是一处山龙饮水 山龙水龙交构之地 这风水格局真发起风来 能产生一切可能 帆船沉湿都算轻的 可是据干老头说 二十多年来 这片水域还真平静了二十多年 而这时间跟寒风古寺前的 镇似石龟正好契合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难道是石龟震住了 这长江里的奇特风水局 才导致这水里的格局发生改变 这片水域才能平静下来不成 二十多年前 寒风古寺石龟顿走 是个大悬案 一直无人能解 他横跨长江去了对面的水域 就是一件奇事 这石龟别的地方不去 偏偏来了这里 肯定有大原因 而那王偶竟然能给我指出 石龟的位置 又是一件极悬的案子 我心头直犯敌果 想不明白各种原因 只觉得这些怪异 都诡异到了极点 下午 我们从实验室里出来 郭警官又开车载我们到了江边上 前方不远处 就是我们昨晚下水的地方 肝老头就是在这里 被水下的什么东西给活活吓死了 按理说 这肝老头打小 就是从江边长大的 听他自己吹牛 八岁就能下江 十四岁就能在江里游一个来回 这水下面的东西 他肯定啥都见过 却怎么会一下子就把自己给吓死了 这天下午 太阳非常好 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光芒 晒得人心里暖和 而我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我看向初世的水域 这片水域上 上空却是灰蒙蒙的 十分阴暗 空气里的水气也非常浓厚 长江背后的群山 在这阴暗的光线里 像被照上了层什么东西 看起来非常神秘 按照郭警官的安排 我们都穿上了蛙人的装备 在三个蛙人的带领下 我 佟教授 龙哥 郭警官等一群人都下了水 这里的水并不是太深 再加上我们有先进的装备 所以我们下水后 很快就下潜到石龟所在的位置 我们都打开了水下照明设备 我就看到 水底下有个硕大的东西 立在那里 游进了一看 就看到那东西 石头石脑的 上面结了厚厚的一层绿胎 石龟的下半部分 让水草衣类的东西 给遮住了 只露出大半个身子 我们特意找到石龟身上 刻字的地方 那地方藏在水草下面 华人用工具拨开水草 就看到石龟腹部 很明显的古状刻字 上面果真就写了 物子年等等文字 我们从水里出来 老曾和佟教授嘀嘀咕咕了半天 我听他们的意思 好像在怀疑 这石龟上的题字 就是明朝嘉靖皇帝 留下来的东西 我就想起大明风水师 廖民 独造明飞古墓 明显灵 和寒风古寺的说法 心想 这样一来 就全对上了 石龟上的刻字 难道 就是嘉靖帝 对后世的预言不成 一直以来 包括我爷爷 李半仙 都在强调 嘉靖皇帝的阴谋 我跟着他们 搞来搞去 几次死里逃生 就是搞不明白 这嘉靖皇帝的阴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年多以来 我遇到的怪事 遇到的对手 也只有沈昭明 和赵家的人 根本就没跟 这嘉靖帝 扯上半点关系 也没有察觉到 嘉靖皇帝的 一丝半点阴谋 也就是我爷爷 和李半仙 提起嘉靖帝的时候 我感到些许 阴森可怕 可是 这石龟身上的预言 却让我心里没了点 随行来的蛙人 轮番下去勘测 取得第一手资料 就在我们忙碌的时候 天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空中就飘过了一场暴雨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 江对面还是阳光普照 我们这片水运 却真就乌云密布 将水翻腾起来 我看到有个蛙人 钻出水面 身上背着什么东西 朝岸上游过来 那水面上水浪翻腾得很厉害 蛙人在水面上浮浮沉沉 游得非常艰难 郭警官健壮 就找了一根粗麻绳 扔进水 想让那蛙人抓住 由于浪头实在太大 郭警官的绳子 好几次都没扔准 那蛙人却游得越来越艰难 一个巨大的浪头打过来 顿时就将蛙人打了下去 好半天没见起来 我们都惊呆了 郭警官就用无线电设备 呼叫蛙人 一直都没收到回复 这时候 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 自然不敢下去 他在呼叫其他蛙人救援 却怎么都收不到回复 一个半小时后 雷暴总算是过去了 江面也恢复了平静 我们急不可耐地下了水 就看到庞大一城的石龟 沉到了水底下面去了 而那三个蛙人 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们再没有找到过他们 就连尸体都没了影 没了镇局石龟 这片水域又恢复了往日的动荡 常常有船只在这翻船出事 沉了不少尸体 不过呀 这些都是后话了 蛙人失踪事件后 郭警官找了个机会 来到我的学校 跟我单独聊了一个多小时 提起蛙人失踪的原因 我告诉他是水底下的风水局吃了的 这风水局是山龙水龙交构之局 能颠倒乾坤 不讲一切规则 吞船吃人那都不在话下 端得是离奇的很 本来水里的龙穴眼上震了只石龟 这山龙水龙才老实起来 不知道蛙人在下面碰了什么禁忌 这石龟整个就沉了下去 没了石龟阵穴 这被震长达二十多年的风水格局 便能肆意肆虐 那三个蛙人就算是记了风水眼了 郭警官听得心惊 我叹了口气 这风水上的事情 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如果我们早知道 会有这种可能做了预防 说不定就不会酿成这种悲剧 郭警官也因此受了处分 他觉得是不是他家里的风水出了问题 还特意请我过去看了一看 我将郭警官眉眼之间气色的确不大好 真可能是洋宅风水出了问题 就跟他去他家里看了一看 郭警官现在住的地方没什么问题 房间朝向 光线 家里家具布置 以及外部环境 都是恰到好处 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这就让我有些费解了 我追问郭警官说 你是不是还有套房子 郭警官一听就呆了 直冲我竖大拇指 说呀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 一身风水术 真是了不起 我还真有套房子 现在还在装修呢 我二话不说 让他带我去新房子看看 郭警官的新房子 在武昌偏新城这边 是座新的小区 房子建得很洋气 已经装修到了80%的程度 他一贯呢 没怎么管 都交给装修公司来办这事 我们是晚上到的 房子里也没什么工具 我见这小区的位置 并没有太大问题 附近没有高架桥 医院 法院 工厂一类的机构 房子的朝向也挺好 房子前面有一大堆装修垃圾 不过这些垃圾 都是暂时的 不会让房子冲了误会 郭警官开了房门 我才推开门 就隐隐觉得气氛不对劲 郭警官见我直皱眉头 气道 怎么了 我说 你这房子还真有问题 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 郭警官干了一辈子刑警 本来对鬼神之类的事情 他也就只听听 刚我们出去办了几件事 真见识了我的本事 就对我彻底相信了 见我这副样子 他脸色就凝重起来 客厅里还堆放着建造垃圾 房子的基本造型都做好了 就只剩下一些上后收尾的工作 我把房子四处都看了看 没发现什么特殊的问题 心里不禁有些奇怪 心想 这房子要真没问题 为什么气氛这么怪你 郭警官见我瞎转悠 就很担心地问我情况如何 我心想 郭警官干了这么多年刑警 这得罪的人肯定不少 人家真要害他 不会做得很明显 会在微小处下功夫 既然是这样 我就从细节处下了功夫 这房子铁定被人做了手脚 我手持风水罗盘 在罗盘上定了房子的方位 逐一排盘 将房子的各个方位都推演了出来 检查这些方位是否有问题 我先走到客厅中央 这客厅里已经造出了吊顶和背景墙 还有柜子一类的东西 都是木工造出来的 说到木工 就是在装饰这个行当里 最容易给洋宅风水 设坎的工种 各种做法有很多 而且非常隐蔽 就算内行都难看出来